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3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Zenfar 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实现他的沙皇梦 将要消灭的人通通打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进行认知作战 不仅对乌克兰采取了这一套 对国内反对他的人也采取了 据了这个做法 据报道 俄罗斯19岁少女克里夫佐娃 应在Instagram上公开批评普京出兵入侵乌克兰 她甚至在脚踝刺上反普京的符号 被俄罗斯当局列入与塔利班组织相同的恐怖分子名单 她目前已经被软禁 脚上还佩戴监控行动的电子脚料 被禁止上网及通讯 据分析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报道指 这并非克里夫佐娃首次因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与政府发生冲突 克里夫佐娃是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北部联邦大学的19岁女大学生 去年5月她曾因为散发反战海报遭到行政处罚 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后 她在Instagram上发文批评俄军入侵乌克兰 并在社交平台Vcontactor痛斥俄军 旋即被逮捕候审 俄罗斯当局指控克里夫佐娃的发文是诽谤俄罗斯军队及宣扬恐怖主义 俄国官员也将克里夫佐娃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名单 与ISIS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并列 克里夫佐娃委任律师基青表示 克里夫佐娃被指控诽谤俄罗斯军队 最高面临三年有期徒刑 宣扬恐怖主义罪名 恐遭判七年有期徒刑 律师也说 他们希望能够辩护到只需要罚款就好 律师感叹 克里夫佐娃的案子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独立人权机构OVD Info指出 俄罗斯去年至少征办了61宗宣扬恐怖主义的案件 至今已有26宗案件的被告遭到判刑 克里夫佐娃母亲透露 当局无疑是透过公开处刑她的女儿 警告公众不得批评政府 克里夫佐娃的母亲表示 克里夫佐娃有强烈的正义感 这也让她过得很艰难 去年12月26日 当警方闯入他们的住处时 竟拿着铁锤威胁克里夫佐娃 直说这是瓦格纳集团在和她打招呼 瓦格纳集团曾以铁锤公开杀害逃兵 因此让克里夫佐娃感到相当害怕 在美味的茅台酒背后 是一连串嗡脏离奇的故事 贵州茅台原董事长高卫东 不仅被指沉溺赌博 多次嫖娼等 而且在当局近日播放的专题片中 首次披露 高卫东还有极高的反行政素养 被抓前多次串攻 而且反复搞模拟审讯演练 贵州省相关部门制作的三集电视专题片 1月28日晚开始播出首集 披露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 原副院长宗文 省政协原副秘书长王静江 省梅田地质局原局长高卫东 省财政厅原副厅长 冉茂文等出境忏悔 其中专题片首次披露 曾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的高卫东 2022年1月被立案调查 被采取留置措施前 高卫东多次对抗审查 据介绍 仅就达戈尔夫球的问题 高卫东就串攻多达10余次 只要感觉自己 收受那个商人财务的问题可能暴露 他立马会和相关人员进行串攻 2022年4月 高卫东担心他通过七哥梁某某 收受商人金某贿赂的事暴露 为掩盖这个事实 他和二人串攻商量对策 甚至还对梁某某进行模拟审讯演练 直到他认为回答满意为止 公开资料显示 高卫东出生于1972年11月 河南邓州人 曾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 2020年3月出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21年8月 改任省梅田地质局局长 2022年5月被查 12月被开除中共党集合公职 官方在对高卫东的通报中称 高卫东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 并使其搞群色交易 浅色交易 生活极度腐化 长期沉溺资博 多次嫖娼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 其实高卫东并非首个被查的茅台集团董事长 他的前任曾于2011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原人国 已于2022年9月24日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除了原人国 高卫东两名原董事长以外 茅台集团还有多名高管落马 其中包括茅台集团前总经理刘自立 茅台集团前副总经理高手洪 茅台酒销售公司前董事长王崇林 茅台酒销售公司前总经理马玉鹏 茅台电商公司前董事长聂勇等 有网友说 看到这些 喝茅台酒都有心理障碍了 中共以前一刀切高计划生育 搞得中国男女比例失调 危害深远 在人口减少的压力下 中共四川当局又依反传统思想 决定将未婚生子合法化 让未婚人士生孩子 享受已婚夫妇的生育保险 和带薪产假等福利待遇 据路透社1月30日发自北京的消息 中共四川省卫生当局 将允许单身人士组建家庭 并享受已婚夫妇的福利 这是促进出生率下降的最新努力 中共政府规定 只有已婚妇女才可以合法生育 但随着近年来 结婚率和出生率处于历史地位 四川省当局重新修订了 2019年的一项规定 已纳入想要生育的单身人士 从2月15日起 在这个中国人口第五多的少分 已婚夫妇和任何想要后代的个人 不管是否结婚 都可以向政府登记 而且他们可以登记的孩子数量 没有上限 中共四川省卫健委 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项措施旨在促进长期和平衡的人口发展 而到目前为止 该委员会只允许希望拥有最多两个孩子的已婚夫妇 向地方登局登记 一时大陆网民纷纷热议 翻译以下就是 不结婚也可以生 想生就生 好家伙 为了促进生育率 点都不要了 开始不择手段了 这下婚姻真成笑话了 天哪 结婚证还有何意义 生育取消结婚建制 私生子和婚生子待遇一样 不知道结婚还有何意义 难怪领生的大幅下降 谁来保护原配的权利 这样子的话 以后真的恐婚恐欲了 小妾们可以随便生了 只要金属爸爸养得起 这个就是鼓励男的多去外面找小三小四 这下立好小三了 领导的小三可以随便生了 一夫一妻多妾之来了 捷克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维尔胜书 将在今年3月初正式救治 据斯洛伐克通信社30日报道 总统当选人帕维尔的发言人表示 帕维尔30日已与台湾的 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通电话 29日 帕维尔在推特证实 他已经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过电话 这篇发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报道说 这名发言人只证实帕维尔和蔡英文通过电话 但没有提供通话细节 帕维尔曾在接受捷克电台专访时表明 他支持捷克和其主要外资之一的台湾往来 但他主张捷克政府遵守的一中政策应该用养治的原则补充 帕维尔说明 台湾是另一套制度 若捷克与台湾有特殊关系 根本就没有错 和台湾保持活跃的商业可能还有科学上的关系 当然符合捷克的利益 路透社30日报道认为 由于台节缺乏正式关系 蔡英文与帕维尔通话非比寻常 是台湾的外交突破 此一意想不到的外交成功很可能激怒北京 美国前总统川普2016年当选后不久 蔡英文也曾与他通话 引发北京抗议 捷克媒体CSNM The Privy 30日报道 台湾企业在捷克创造约24,000个工作机会 尤其是富士康 捷克企业意识到 有必要寻找中国大陆以外的合作伙伴 例如东南亚的越南 北非及拉丁美洲 捷克全国工业总会副会长史皮卡提到 欧洲已不够了 捷克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别墅 而且人权与贸易可以结合 中共外交部30日曾说 已跟捷克政府联系 确认蔡帕要通话是否属实 中方判解方恪守一中原则 捷克总统任期5年 连选得连任一次 帕维尔预定3月就任 捷克媒体关注到 帕维尔当选后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化 表示对乌克兰反侵略战争的支持 在外交上 帕维尔比现任总统泽曼更亲西方 尤其主张对俄罗斯和中共强硬 支持继续军援乌克兰 过去 帕维尔也发表过不少友台言论 中华民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 蔡英文总统28日晚上在第一时间 代表台湾政府与人民 对帕维尔表达诚慈祝贺 期盼台湾与捷克基于共享价值观 持续密切合作 深化民主伙伴关系 今年61岁的帕维尔 是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主张对俄罗斯和中共抢命 3月将接替亲北京的现任总统泽曼 帕维尔说 我看到在这次选举中赢得的价值观 如真理 尊严 尊重和谦逊等价值观 有分析指出 捷克总统虽然是象征仪式性的权利 没有太多日常职责 但仍可以任命总理 挑选央行行长和宪法法官 在外交政策上有发言权 推动政府制定政策等 帕维尔曾接受捷克电台访问 表示他会支持捷克与台湾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